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狗 现在大家看一下这个唇箱 前几天我不是在唇里面发了那个唇箱的那个挂果那个图片嘛 那个挂果特别多的 碎特别多 差不多有五斤 应该是两斤多了吧 两斤半的果吧 应该是 然后现在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树是怎样的 我这边是今年四月份嫁接的 一般嫁接的话最少是三月跟四月 现在也可以嫁接 现在是十月 刚收完价 国庆刚收完价 现在这时候也是可以嫁接 温度也差不多 现在温度也是二十多 还是可以的 现在嫁接 不过我这边是可能会小支嫁接 因为这个四月份接的 现在有一些还没长出来 可能会补接一下 现在就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唇箱的长的是怎么样的 这个就唇箱了 长的还是可以的 已经很粗了 你看这里 这里已经很粗了 这个是绑的防风的 然后这个是它的叶子 也是比较浓历的 它这个叶子 然后它这个是新叶 这个是新烧 要明年不知道明年一二月的时候会不会开花 因为刚假节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品种可能会开花吧 开花之后到时候我们再品尝一下 再给大家推荐一下 介绍一下跟储粮对比 我们这个蒸木都是储粮啊 这个蒸木都是储粮 然后上面接的就是品种 接的品种已经有很多 大家应该也知道 看过的视频应该都知道 长的是可以的 这个唇箱 这个品种是唇箱 不过也长的 蒸木也长了很多 等下来抹一下这个蒸木的芽 这个也是重活的 重活力也是蛮高的 基本上一株有四五株 也是可以啊 只要四周散开来就差不多了 大家也看到了 也是可以的 模仿风就是这样 现在风也是蛮大的 大家看到没有 长得也是蛮高的 四叶份 应该有一米了 现在 它的叶子是这样的 然后旁边这些是储粮的 储粮的叶子蒸木 它的叶子 也有这么浓力吧 但是也 还是稍微不一样的 大家看到了没有 它的叶子这个是 弯弯的这样弯弯过来的 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叶麦这里 也特别多 它叶子也是蛮好看的 大家看了没有 然后 然后旁边的是储粮的 这些是储粮的 你看 跟储粮的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是我们 然后我们拿这两张来对比一下 你看 这个是叶子很大的 这个是很小的 这边是储粮的 这个 然后这个是我们存箱的 它老的时候 好像有点隆起的感觉 也就是这种 你看了吗 看了都是好像有点隆起的感觉 这些叶子 然后这个是储粮 储粮的 就没怎么有 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 那么请在下方评论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冰狗 喜欢的话请点赞关注